来 狗观众来观战一把CCCCCC的前锋 好久没有看到他打前锋了 感觉这前锋都已经被这个时代给抛弃了的感觉 当年6C的前锋 这边遇到的是约瑟夫机械教授邮差加前锋 直接拍照 期待一手吧 看看这边怎么打 上来先是到这边船上面找机也师 牵着机也师的镜像转中场 两个人应该是能砍得到 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尝试打双挂 然后穷子这边过来压一个人 然后应该是打四刀挂一个人的节奏 这边的话前锋不太好过来 教授可能如果前锋挨到开开会不会动 约瑟夫这边再去找下一个人 还真找到了 脸痛不痛还行吧 因为我这个脸呢经常被打 所以说他比较麻木啊 这种轻微的攻击 轻微的打脸其实对我来说还行 对我来说还行 转排过来找到前锋 前锋的话闪现一刀抬走嘛 前锋这边可能要拉一波大球啊 这前锋拉小球都不行 我断定这个前锋拉大球啊 这一波球拉完那不就再拉一波吧 进度给他卡莫 这波打完交了闪现 他不拉大球呢 就是高端玩家跟我们中低端玩家的区别啊 像我低端玩家 我不拉大球 我吃闪现 我倒地 他高端玩家怎么样呢 待会儿 教授是不是来救一波 教授但凡能救一波帮忙扛一刀 前锋有球 他就能二六 是 片壳 打住 这边前锋拉球操作 对吧 这一波前锋救下来以后你没闪现 这前锋就有操作起来的空间了 当然这个是我的猜测啊 这边的话选择 我追你教授 我追你教授 这波教授追的好 这波教授追完 你前锋是不是还得去管自己的镜像 我看一波谁来管你的镜像 好 牵起来 前锋要捞自己的镜像 前锋还得保自己的镜像 能保得下来吗 哎哎哎哎哎哎哎呦 但是 那这一波约瑟夫也不亏啊 约瑟夫等于说这一波打了一轮教授的上挂 这一波前锋的操作大家看懂了没有 他先救完人 然后这边一波拉球 预判 撞你约瑟夫 让你挂不上我的镜像 或者你挂上我的镜像 我撞云你以后 直接 把这个镜像给捞下来 前锋现在手里面还有四分之一的球 机械师帮忙扛刀 能扛一刀 这一刀能扛住的话呢 我觉得约瑟夫这边可能击倒不了这个前锋 要等下一个闪了 因为这一波机械师可能全程带保了 全程带保 约瑟夫这边确实做的挺好的一点 就是你挨扛刀是吧 那我先把你撂了 反正我没闪现 我估计也击不到这个前锋 对吧 我反正没闪现 我也估计撂不倒你 我反正要等这个闪现 能吗 我先把这剑师抬了 多抬一个是一个 好这边 一刀飞轮 抽刀 闪现 可以 这里还要多追到 有差 有差不给身位 还行吧 还行吧 我觉得这波打完 其实约瑟夫并没有亏啊 并没有亏 他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前锋 其实操作已经是拉满了的 但是怎么说呢 约瑟夫在这过程当中 打出了机械师的自己 打了一个教授的上挂 他再通过一波镜像 如果说能打出一个双挂 外面没马迹不够的情况下 这个局应该是锁定一个多抓的 就是前锋这边 虽然说在约瑟夫交掉闪现以后 你确实 这里想再次击倒他 前锋能26起来 但是约瑟夫这边通过 你能26 对吧 队友想保你26 我去抓你队友的 这种思路 打了不少东西 真可以 我觉得这把约瑟夫打得真好 要我刚才那个位置处理 可能就不会想着去挂这个教授 击倒这个教授挂这个教授 而是想的是如何快速击倒这个前锋 或者说管那个镜像什么的 管那个镜像的话 前锋拉走也不一定找得到 这边的话直线捡到 机械师这边状态补满 直线捡到人应该是没了 这约瑟夫好厉害啊 这约瑟夫是哪路神仙啊 机子不够 这个机子差的太多了 油拆这边也被迫交自己 转牌压着 这教授主要是个二挂 要机械师无伤救人 然后扛一刀 你但凡是约瑟夫这边 感觉打针对都可以 打一刀 那这边就先抬机械师 你信不信 这刀先挂机械师 因为他十几秒以后有闪现 我去把这机械师抬了 这机械师是教自己的 教完机械师 抬完机械师 我再抓你教授 我有闪现 就想怎么击倒 怎么击倒 对吧 横着倒 竖着倒 想怎么倒 怎么给我倒 可以可以可以 打得好打得好 这局约瑟夫打得真漂亮 从头到尾 在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 每个环节 他都转 一轮接一轮的转 第一轮五刀开 第二 然后闪现击倒 然后呢 换挂一波 那个 教授 得说白挂一轮教授 再击倒这个前锋 就每一波都转